迪丽热巴作为杨幂工作室旗下的艺人 不可否认 自从遇到杨幂这个好老板之后 迪丽热巴也拥有了不错的发展资源 尤其是这两年作为杨幂力捧的艺人 他更是获得了快速的成长 现在 迪丽热巴在参加完大火的综艺节目《好男之后》 相信应该很少有人不知道迪丽热巴这个名字了吧 那么除了迪丽热巴自身的努力之外 他又是如何在杨幂旗下的艺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杨幂力捧的对象 其实 关注迪丽热巴动态的粉丝会发现 胖迪不仅长相甜美 嘴也很甜 前不久在迪丽热巴主演的傲娇与偏见这部电影上映前 杨幂也积极转发为他做宣传并表示 热巴说票房好了送我钻戒 不过话说 这可不是热巴第一次许诺送杨幂钻戒了 记得在2015年杨幂生日当天就问热巴啥时候送他钻戒 不过热巴也很机智地回复道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我爱你 不得不说 当时热巴就凭这一句话使杨幂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再提钻戒的事情 不过 这次伴随热巴主演的傲娇与偏见 这部电影迎来高票房 大喊老板杨幂为美人的热巴能否让杨幂 再次忘记钻戒的事情呢 你觉得迪丽热巴许诺杨幂的钻戒还能送出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